我沒有在開黃槍 但你不舒服我給你道歉 所以很多人都抓著這個 我道歉過 然後把它等於那你就是開黃槍 這個事實在事後一直 繼續的在網路上面 繼續的抨擊我 你要怎麼不講下面 你說底下也不行 用濕也不行 用叉也不行 好想要食用它 相鄰的那一顆地瓜球 我不知道在哪一個地方 國家人的眼裡 我就是一個 性騷擾的人 每天花個時間來留言 罵我一句叫我道歉一句 就是我大概每天就是這樣過來 有很多很惡意的是 因為我媽一月剛走嘛 罵我媽媽 說我媽媽走了走得好 就是我收到很多這樣子的言論 在一陣討論之下我就說 欸我現在是可以哭的嗎 然後我朋友就說 喔可以啊 怎麼變成這樣 就在海邊要大崩潰 旁白哥爆爆 黃偉盡到沿上火烤一個月 收惡意來訊 你媽媽走得好 欸今天好像好一點的 那就來吃一點 炸物還是什麼之類的 都要吃炸物 怎麼樣 用筷子吃嗎 我都是用手拿 對我都是用手吃炸物 曾幾何時 炸物對黃偉盡而言 如風聲顆粒草木結冰昂 1月27號 南韓女團的Cella Finn 在台灣錄紅白藝能大賞 也是他們粉絲的主持人 黃偉盡在品嘗台灣美食 炸地瓜球環節 被觀眾偷拍到他食言 叫他火速炎上 結果就在那邊收工就發現 OK好完了 一去到那個火鍋店 然後朋友都開心的迎接 我說耶 辛苦了好棒 然後我就這樣 我出事了 那天我在吃海底撈的當下 他們就放了Surfing的歌 我心裡想說 你們是不是不知道要怎麼了 在一陣討論之下我就說 欸我現在是可以哭的嗎 然後我朋友就說 喔可以啊 怎麼變成這樣 我就是在海底撈大崩潰 我沒有在開黃槍 但你不舒服 我跟你道歉 所以很多人都抓著這個 我道歉過 然後把它等於 那你就是開黃槍的這個事實 在事後一直 繼續的在網路上面 繼續的抨擊我 他們一直說 為什麼你要說下面 沒有必要說到下面 為什麼要說到下面 地瓜球就裝在一袋 不就上面下面嗎 我當下就是太直光了 我就講了那個主詞 並且講了那個方位 然後就變成內序那個意思 你要怎麼不講下面 你說底下也不行 他們吃也不行 他們叉也不行 好想要使用它 相鄰的那一顆地瓜球 這些字到底怎麼了 他們有原罪是不是 當他們組合在一起的時候 你明明知道 它有一個很正確的意思 你也知道我在使用那個意思 可是你偏偏覺得 你為什麼要講這句話 因為這句話有另外一個意思 我今年33歲 我從來平常沒有在開這個玩笑 就是我的生活上 不會用到這個組合 去開別人這個玩笑 我那陣子走到外面 我都會不敢看別人 因為我怕別人覺得我是變態 我不知道在哪一個地方 國家人的眼裡 我就是一個 性騷擾的人 每天 花個時間來留言 罵我一句 叫我道歉一句 就是 我大概每天都是這樣過 有很多很惡意的是 六媽一月剛走嗎 罵我媽媽 說我媽媽走了 走得好 就是我收到很多這樣子的言論 很多人都說我過得好嗎 你為什麼可以如此安全下妝 我沒有下妝 我現在心情擦到要死 我安全什麼下什麼妝 工作因為這樣取消了一些 是 就是那幾天剛好有一個工作是 已經要OK let's go 的 突然就 喔 就沒了 然後就是因為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很像更生人 又要捲土重來 要做好多努力 說如果我有一天就是真的 工作越來越好越努力 然後接到一個很大的工作 然後他們就說 可是這個人有性騷擾過耶 那那個時候我該怎麼辦 還是好啊 算了 然後我就當通告卡一輩子就好 就不會有人知道這件事 可是我又覺得不是啊 這就是不是事情 這件事情變成這樣 其實是蠻衰的 就是我又覺得 蠻衰的 好沒事 就是搭氣成這樣子 我覺得很 就是一定要去好好的散散心 去肩走 就是 因為我平常 你知道我心情不好的時候 我都很喜歡在 譬如說我家附近 合體啊 就去一直走路 就是聽音樂 我現在對於看到他們 我會有一個很奇怪的感覺 我就覺得 我該喜歡他們嗎 我可以喜歡他們嗎 大家會不會覺得 我在消費他們 為什麼我覺得 我是一個變態啦 他要怎麼 但我就不是變態 原諒我33年來 都沒有開過那個玩笑 我不知道 那句話講過去那麼恐怖 使用詞彙上 我會更努力去 精準的 去精準的離開 謝謝大家 辛苦了 感力與樂新聞 記得用手拿著發錢 報道